看這邊 麻煩 好 四位來一張這裡 這邊 這裡 樂宇宇 樂宇 我的PT就說 有一個慈善的活動 可不可以支持一下 你也知道我比較喜歡做慈善的 我說當然沒問題 還有這次是幫流浪的貓狗 一些小動物 我覺得也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過來撐 是啊 裡面有很多都是我畫的 一會兒可以帶你們去 你花了多少錢 我花了多少時間 因為我從小到大自己都很喜歡畫畫 我這幾年斷斷續續 尤其是我離開公司之後 我的時間多了很多 我就開始重拾自己的興趣 可能這幾年是最多的作品 你老公有沒有幫手 她的幫手是我畫完之後問她 你覺得怎麼樣 然後她看一看 沒什麼感覺 這個眼睛好像暫一點 好像沒有那些靈魂 那我就再改再改 你可以接受批評的 我很喜歡接受批評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批評 你個人不會進步 我本身沒有什麼靈魂的 我只不過說自己沒有什麼藝術氣息 所以還是留給別人畫 我兒子都充分顯露到我遺傳的 我現在五歲都還在畫火柴印 她畫的東西比較黑暗一點的 真的嗎 我用的顏色比較黑暗一點的 不知為什麼 有原因的 我有讀藝術 是不是 但我覺得她的原因就是 沒有什麼藝術氣息 應該畫畫都不是她的天分 我想她的天分應該在體育方面 不用怕我兩個兒子 我覺得我第二個兒子 有機會有些藝術氣息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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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你近年有沒有跟阿森林的主任 少見 你有沒有自知出歌 絕對支持的 因為我覺得都沉澱了一段時間 我想她可能想得很清楚 才會再出來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給她一個機會 你有沒有聯絡 我們本身一向都沒有聯絡 不過我也知道她有自知出歌這件事 如果大家都是在做這一行的話 我也覺得是很支持她的 因為好像你剛才所說 我也覺得是 因為可能你要出來面對大眾 其實自己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壓力 她可能都跨越了你一關 這個難關 所以她才有這個行動 你畫畫可以嗎 你自己看過的一些作品 我畫畫是完全不行的 我畫畫是好像人家三歲的小朋友 我想說這些 是呀 我想說這些真是講天分 以前讀書 上那些美術堂 學素描 畫那些 畫完整堂都不知道自己畫了什麼 不是不給心機 我是想畫得很漂亮 是你給心機畫完之後 你發覺是 哇 真的要講天分 這些沒有天分就沒有天分 你曾經做樓 到時候有沒有一些 因為之前有很多一些走光 哦 是不是真的走光的 其實我們都有打底的 所以大家不用那麼擔心 因為通常公司都會安排 有打底給我們的 那我不知道他們自己有沒有穿 但是我們通常如果你說 可能條裙子比較短 我們都會穿的 就是那個位置有點尷尬 因為坐在這裡是有點尷尬的 都會打底安全一點 會否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就是我叫你們不要穿 對 如果穿洞圈就跟他們一樣 又沒有收到通知 我想大家女生都會 自己小心穿都是穿上一條打底褲 今天呢 我心永遠在自製出歌 你有什麼看法 我也有聽到別人說 但是別人的事我就不評論 希望她一切安好